DSE 2022 ICT P1A MC24 题 这题今年只有49%考生答对 这题是关于web page design 网页设计 看下都是一条Standic的题目 题目就问 设计网页的时候要考虑123哪个条件 1就是网页loading time 即下载的时间 应该要考虑 看考评报告接近有40%的考生就觉得1是不应该考虑的 但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是要考虑web page loading time 这个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可能很多考生都觉得 一讲web design 网页设计 就是讲漂亮的 资料排得很齐整 很容易使用 很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东西 就是跟下载时间没关系 其实web design 网页不只是讲漂亮的 重点 更加应该是关于user experience 那个用家的体验 因为对于看网页的user来说 其实你开一个web page出来看 其实是一种的经验 一种experience 一种吸收网页资讯 一个体验 或者甚至是和网页互动的一个experience 所以这个经验一定要好 才会多人看你的网页 所以如果这个网页要很长时间才继续 那很明显不是一个很好的user experience 当然现在可能香港互联网都发展得相当迅速 又有很多宽频 基本上网页拌出来的时间很短 所以大家都不觉得web page loading time 是一个consideration maybe 好跟着看 网页的user friendliness in browsing 即是浏览的时候 好不好用呢 user friendliness当然应该是 重要 另外一个颜色的combination 即是color scheme 颜色的选择 当然要漂亮 所以3都是重要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1,2,3 答案跌多 当然到了今时今日的web page design 其实还有很多考虑 如果你Google搜索 限定有十几二十个 其中一个都很值得再说 就是关于security 即web page design 要令到人觉得他用的时候 觉得安全 即是那些data 不会很容易disclose 给第三者 特别如果你的网页有些form给人填的时候 他填的个人资料 是不是有好地受到保护 或者加密encryption 这些都是重要的考虑